地球王金线纠办去露营咯 这次前进南投路雨松秘境 安排两天一夜的轻旅行 看我们如何开车骑车轻松露营 同时教大家露营玩家们的露营好料 开箱达人们的露营爱车 除了电视精彩内容之外 官网上替大家整理了露营懒人包 内容非常的丰富 赶快上地球王金线官网去看吧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这是很多车主的惨痛经验 然后大家都在想说 哎呀 突然之间 无论是台风的外游环绕带来雨 台风雨或者是突然的大好雨 我车子泡水淹水了 如果我不发动它 它还有没有救呢 梅大哥 通常这个要看你淹水的时候 它淹的高度如何 一般来讲如果说你车门打开 已经看得到水在里面 有淹过的痕迹 那不发动是比较好 那如果说你车门打开里面 是没有水的 完全是干的 那其实应该发动不成太大问题 那比较新的车跟比较旧的车 在淹水之后被旧活的几率也不太一样 比较新的车它可能很容易就 旧不活了 或者是你要付出 因为那些电子系统 对 付出非常大的代价 一般来讲如果说你后行李箱 整个打开 行李箱的那块板子上有水 那大概你这部车假设是比较新的 应该你车上的模组至少有80%都泡过水了 那这种就是看修复者的功力 跟你愿意付出多少金额去挽救它 那你如果说都很不确定之下 千万是不要贸然的去发动它了 就是我直接打电话说请人家来拖走 然后直接去进场 想办法救 这个是比较正确的做法 那如果说你是在地下室 已经灭顶了 那通常可能脱掉车都会带着现金 有的就会直接跟你喊 多少钱要处理 那我该就这样处理吗 看你那部车的价值 那也要估算一下残值是不是 有些车子我遇过有些车子 它车主是很有感情 他说无论如何 我一定要救 我要修 对 你看那板林桥下这样子这么一烟 修车厂一爆价 他就突然感情就可以割舌 突然想一看 吓死人就直接买掉了 怎么样 当下是有可能喊出一个好价钱吗 不可能啦 其实这个当下的价钱 绝对就是没有价钱啦 因为其实就是 它就是现况 你看到那个状况 其实你会心灰意冷 你有觉得人为刀组为鱼肉啊 对啊 我认人宰割 感觉还不好呢 而且重点是你会有一点疙瘩 你那新新的车变成这样 到时候要再修好 你还不知道预估后来会怎么样 那还有一个就是 你有没有这个专业度 去处理这个车子 到底车厂会怎么跟你报价 你没有办法有一个评估 这是一个最比较可怕的 其实我觉得 如果那个当下决定要卖车 大概就是你觉得 你不想要再经历一场噩梦 因为后面你可能要处理的事情 非常多 对不对 就干脆一刀两断将 那老爹 像这种情况 其实车主当然很痛啊 听说你的朋友也有人遇到了 就是车子淹水了 有 对不对 还是有什么因注意而未注意到吗 其实连我爸自己都被淹过啦 因为有一次在 我大概在二十几年前吧 明泉东我们在那时候 驻荣新花园那边 他的车就在B1啊 也是大概半台都被灭 连引擎盖都看不到 然后最后是真的是完全等到 那个就是车 就是水 是那里那一次吗 名字我有点忘记 但是我记得 因为台北最近很惨一次 那里风灾的时候 对 然后我就走到一楼 那个水就是挤腰 然后蟑螂就在水上爬来爬去 我印象深刻 然后我另外讲一个 其实像我朋友 你刚刚讲说 其实这个是看车 我觉得这个确实啊 他在那个 好像应该就是纳利 就是中央东路整个那个捷运 对 捷运淹掉 纳利那一次 那一次呢 他家就在那个联合报那附近 基隆路后面的巷子 然后他停在B1 然后他两部车 一部是七十几万的国产车 他是代步的 但是另外他有一部宝贝车 两百多万的BMW 两台都淹到一样的位置 因为并排嘛 他那时候就是 最后报价 就是说 这个修起来 可能要二三十 甚至再高一些 因为要看你要更换的零件 要换到什么程度 你要整心到什么程度 那最后他其实他的选择 就是把那台国产的国产车 就把它卖掉 因为他买七八十 但是那时候已经开了四五年了嘛 所以大概产值可能约莫三四十 那你如果还要花个二三十去修理 不值得 对 他觉得不值得 所以他就干脆就直接就 就是看人家就孤独 就把它卖掉 但是BMW因为两百多 两百多 但因为他才买两年 然后还有至少接近两百嘛 那他就花了一个金额 大概应该我知道为数不小啦 就整车把它拆光光 然后像刚刚那个梅大哥讲的 就包含像地毯啊 里面的线组啦 然后引擎部分他也卸下来 然后把它拆光 就是里面所有的积水 而他就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 你不要 你先不要发动 然后想办法就是 在不发动的情况下 把它拖到你认识的保修厂 然后去做一个总整理 他连整个前后座的那个椅子啊 里面的发泡 但他这样子的整理方式 后来是真的有一劳永逸了吗 因为他就很爱那部车 虽然不是说什么值得收藏的经典车啦 因为他也是就是辛苦存了 你知道一些 那可能是他人生第一次进街买到豪华车 对对对他就觉得我买了双B 只是说不到两年就被淹掉 但是就很痛啊 没关系你淹不了我的梦想 对但是你知道吗 那时候你知道他如果把它卖掉 他是等于是几乎亏一半 不到百分 他说有车商来估 他去做一个评估嘛 车商估就是不到一百 那你把它修完之后 尽量是修到他喜欢的样子 可是像纳利那一次说真的 你停哪儿 你可能都鼓挡不了你的车子被淹 因为就是整个台北市几乎都淹 但是以上这一次停桥下这个来看 其实说我之后有很多谈论 就是大家都在想说 你是不是应该在什么样的资讯 或者是判断之下 你就不要再停在一些可能危险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其实应该是车主 要自己做功课 这个功课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是停在像这种比较 就是会有台风来的时候 你需要注意有关闸门的这个时间 你就得要自己去上网 去看这些 比如说台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 他们一定都会公告 哪一号水门 哪一号水门是几点关闭 然后就不让你车子再出来 然后如果你怎么样 可能会进行脱掉 什么等等之类的 这个部分我觉得车主 真的是他自己要承担 大部分的责任 因为你就停在那样的一个地方 包含有些路段 你可能都要知道 这个可能比较容易淹水的地区 然后在必要时刻 可以开放零线 红线零亭的情况下 像我之前就那个 我之前跟那个宅神朱学恒 就住在同一个社区 我们背后是国防部那个山 那个山坡上 其实就有一小段的 就是弯路 那边会有土石流的危险吗 那边没有 但是我们那边会有淹水的状况 就是台风天的时候 对 其实我们住了七年 所以大概有一两次 就是水是 大概有到膝盖了 所以我们那时候 住户大概也都听到 台风可能在后天要来 因为都 堆沙包 不会堆沙包 我们会先把爱车 全部从B1的地下室 挪到那个斜坡上 那红线零亭嘛 然后就是说 这个是我们自己要承担的 就是说我什么时候来 然后我去看官网 那现在都会脸书啊 他们都会公告在脸书说 几点开始 比如说晚上五点后可以开放红线零亭 因为半夜台风要来了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 紧急应变还是要做 对对对 就是功课还是要做一下 因为至少你也爱车淹掉 老实说真的是蛮痛的 很痛 超痛的 对不对 然后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来看看 以2000那边 他们最近收车 或者是消费者要买车 我怎么样能够判断 避免买到泡水车呢 稍微来 今天我们组成了黄金路战队 那就是露营的路 在美路雨松营地 汽机车也能轻松露营 一起平车聊露营 五分钟简单出大菜 地球黄金线有完整的露营攻略 一起来吃一下吧